你点一根香就参信了破的心嘛 真正意念都融入在里面 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互持生命电视台 互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死碑法语》 修行准备 归敬颂 礼赞本师释迦牟尼佛 分为礼赞佛陀身功德 与功德及义功德 礼赞佛陀身功德 佛陀所具有的32相及80种好 是由无量善业累积而成 故能圆满众生无边愿望 要得到向好圆满 根据经典记载 累积十倍声文圆绝的福报 才能成就一个毛孔的功德 将所有毛孔功德成一百倍 才能成就一百倍 才能成就一种好 将八十种好功德总数成一百倍 才能成就除每肩百好象 及顶纪以外的一象 将三十项功德总数成一千倍 将三十项功德总数成一千倍 才能成就每肩百好象 将每肩百好象功德成一十万倍 才能成就最后的顶纪功德 离赞佛与功德 佛语具有六十种妙音的功德 虽然佛陀指出一声 指发一语 不同种类 不同去道的众生 都能随类得解 了解佛陀所说的语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离赞佛与功德 离赞佛与功德 佛陀可以同时观见圣意地 及世俗地真理 因为佛陀具有深语意 三种无上功德 可以说佛陀是一切众生的主人 有四种人是不能如理判别教法 想以余谐为主 寡闻而轻视经论 虽然多闻 却不知修行重点 仗着自己博学 以片面想法 擅自解释论点 缺乏思辨能力 无法整体观照佛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修行不要被教派党职蒙蔽 让本身还能具备取舍善恶的能力 不要白白虚度想满人生 只要照着菩提道次第广论 次第修行 有缘善事终能走向成佛之路 广论思想来自于阿底霞尊者的道具论 了解造论者 对造论者有信心 更能引发学习意愿 由信心生起意乐 由意乐生起精进 由精进生起清安 就是信为道元公德母的意思 祂黄任主 人生起意乐 人生起终能不想成佛语 从南老参部 想起身形成佛语 你会以为实践节目 始终能不想成佛语 史乘语 所谓不讲出 一切佛法的教圣教 界定会三学 是总设一切佛法的正圣教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每一个流行佛法的地方 一定会看到佛陀的塔 设立塔 为什么 佛的塔代表佛的心 菩提心 也代表成佛之道 能够看到佛塔 能够拜佛塔 能够绕佛塔 供养佛塔 都有无量的功德 消除无量业障 一只鸟飞过佛塔 乃至影子 它就脱离伤而到 乃至将来 也可以走入成佛之道 所以希望各位 多发心造不分大小的佛塔 多礼拜佛塔 阿弥陀佛 中华应经协会 邀请大众一起造塔 绕塔 供养佛塔 走向成佛之道 滋养生生世世的慧命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应经协会 车怎么看呢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宝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化已等 就对啦 修行准备 经典赞颂 戒学是一切功德的一处 唯有具备增上戒学 才能获得增上定学 与增上会学的功德 修行因发起爱他胜于爱极的心 以愿菩提心 引发行菩提心 担负起菩萨立身事业 学习菩萨所有学处 实践菩萨广大庙行 而不愉悦佛弟子应谨守的分迹 学习戒律应该掌握戒律的开遮处 不仅了解透彻 更能谨慎守护 受戒前要考虑清楚 受戒后要努力维护 即使不小心误犯 即使犯戒不重 也要立刻依照各自遗轨 还复戒体清净 避免恶液千言增长 避免恶液千言增长 继续 避免恶液千言增长 避免恶液千言增长 波折灯广世上云 盛效是不颠倒 无错谬的真实语 凡是正德无死涅槃 所应知的苦地 所应断的极地 所应正的灭地 所应修的灭地 目标就是承办世间有异意识 为了射受不同种性的众生 趋入正道 必须学习下世、中世、上世修行法药 是菩提心论上云 是菩提心论上云 也希望他人获得同样的定解 具有智慧的菩萨 应该了解正确教化众生的方便 适量论上云 了解法义 叫做方便 为人开示法义 叫做方便生 若方便生的原因消失 则不可能向人宣说法药 缺乏证件 怎么可能替人开示正道 三圣修行的恶药 就是菩萨利益众生的 所有方便法门 都要具备了解 三圣修行的恶药 就是菩萨利益众生的所有方便法门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说 被了解身文 圣诀 菩萨 菩萨利益众生的所有方便法门 菩萨利益众生的所有方便 在佛经上云 菩萨利益众生的所有方便 在佛经上云 在修到位才能圆满一切教证功德 在无学道才能承办一切立身事业 使为调伏者得调伏 以调伏者更成熟 为解脱者得解脱 以解脱者就近解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各位不断地关心收看生命电视台 目前中华护生协会 在台湾地区已经养了三百多条的牛 将近两千头的羊 还有几百头的猪 各位够慈悲吧 够伟大吧 我们赞叹这些菩萨的帮忙 但是呢 海涛在这边 更要恳求各位继续帮忙 为什么 这些牛羊猪的照顾 开销 吃的 非常的庞大 但是非常的值得 我经说不施食物不施药物 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 所以愿各位不断地 护持中华护生协会 来买更多的饲料 医药 来照顾这些牛羊猪 阿弥陀佛 慈悲喜舍的捐地护持 让自由的呼喊 结合大众之力 热食为生命的保护站 欢迎护持中华护生协会 救护动物 退往吃醋的行动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不明中华护生协会 想超车 行驶道路 欲执行紧急任务车辆 应立即避让 恶意阻挡 将处以重罚 并吊销驾照 正确避让 无配包 同向单一车道 或单行道 请向右侧 警告道路避让 同向两车道 请向车道 左右两侧避让 同向三车道以上 中间车道应控出 其他车辆应完全驶离 至相邻车道 或路侧避让 即刻救援 请让执行紧急任务 车辆先行 内政部警证述 关心您 你知道吗 性格改变 其实就是一个人 已经得到了 失智症的初期 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 如果你爸妈感冒 发烧了 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 对不对 因为他们生病了 但是如果 你的父母突然之间 性格有了改变 好动的父亲 忽然变得很安静 温柔的母亲 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瘾 甚至常常会觉得 她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 这个时候 你就会跟她争辩 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他们是生病了 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 这个时候 你最应该的 就是带你的父母 去看医生 你可以去看 记忆门诊 神经内科 或者是精神科 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解 那就可以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 更可以提高 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 记得爱 天主教师至老人基金会 电话 02-2332-0992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平 刘热 平 刘里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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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